好 另外一起案件是在高雄有一名六岁的女童在图书馆被色狼性侵害 那么检察官是以加重强制性交罪名来起诉了这个嫌犯 并且求刑七年十个月 不过一审的法官却认为呢 这个嫌犯并没有违反女童的意愿 所以只轻判她三年两个月的徒刑 而这个判决让很多民众感到愤愤不平 还在Facebook上面发起了连数 说是要开除这些法官 不过呢 这个高雄地方法院今天表示 判刑轻重是法律的见解 还有引用法条的不同 他们的判决结果可受社会公平 密密麻麻的批评 九天就有十六万人连署 这么多网友都是为了高雄地方法院一起女童性侵案 被告只被轻判三年两个月 网友抨击 法官竟然认定被告的犯刑并没有违反女童意愿 实在应该免职 我觉得是太轻了 因为以小朋友来说 这么小的小孩子根本他就是不懂 他怎么会反抗 这起今年二月发生在高雄县一起图书馆的性侵案 被告当时是以手指性侵六岁女童 被邻居发现才停止 网友认为女童懵懂无知 即使没有反抗行为 法官也不能以此同情量刑 但法院澄清判决绝对没有说女童是自愿的 认为法官是认定这个女童是同意的 没有法官没有这样的认定 只要是未满十四岁的女童又男又女 我们就是用227条第一项 那如果他的手段有达到强暴 胁迫这个手段的时候 才会有再加重的 221条的适用的问题 法院强调没有判重刑 是因为证据上无法证明 被告有强暴胁迫的行为 所以依据刑法第227条 判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的刑期 没有采用七年以上的 第222条的加重罪 判决可以受到社会公平 不过有法律学者认为 根据法条内文 即使被告没有强暴胁迫 法官也可以考量被告 有哄骗或利用其他方法 违反女童意愿的可能性 学者表示 一般在拟勤我院的情况下 和未成年发生性行为 才会选用刑法第227条 法官对女童被性侵 也选择这样的判决 比较不符合民众的期待 而对于网友的联署 女童母亲只说 谢谢大家 不愿意多做回应 记者高雄综合报导